那么下面是这个Scode的构建界面 叫Interface Builder 那么使用这个Interface Builder 可以构建界面 我们去看一下 怎么样构建这个界面呢 我们可以打开这个Main Storyboard 那么会看到这样一个界面 我们把它取消掉 这个也给它取消掉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这样一个可说界面 看到没有 这个界面里边其实呢 它是这样的 这个叫Interface Builder 那么左边呢是一个导航 导航里边显示当前 有几个Scenes Scenes means 这个小说你这个听京剧吗 嗯 国粹是吧 听不太懂 听不太懂是吧 我们唱戏的时候有各种场景 有没有 就说你唱的是哪一trap 是吧 我们经常说这个是吧 说听不懂 别人说的是什么呀 说什么呀 你唱的是哪一出 有没有这样的 嗯 这个里边其实让我们有不同的场景的转换 就说 嗯 比如说你要做一个软件 就是说你做一个图片分享的这样一个软件 首先上来之后是一个环境界面 是一个主界面 对不对 对 主界面过了之后 你点击某一个之后 调整到比如说分类 是另外一个场景了 有另外一个视图控制器来展示这个界面 那么当你点击某一个分类呢 有详细信息 这里边呢 就是每一个视图控制器呢 都是一个Scenes 场景 懂这意思吧 嗯 各场景之间 那么是不是需要转换呀 嗯 对 第一出戏唱完了 留一个悬念 然后呢 下一出戏继续开始 嗯 是吧 智取微虎山 是吧 我也不懂怎么智取的 因为我也不喜欢看戏 也就是说我们 戏里边也有这个场景 这个地方呢 打开右边 我们就可以 直接拖转 哎 又添加了一出戏 看一下下边有另外一个Scenes场景 看到吗 看到 Scenes场景里边呢 就会有这个视图控制器 比如说我们选择是第一个 这个代表视图控制 Scenes里边还有另外一个概念 叫First Responder 就是第一响应者 嗯 这个是一个对象 就是说上了之后 我们经常说光标在什么地方 有没有这样一个 就是说我们经常会 比如说打开客户登录 嗯 客户登录之后的一个 用户的光标在什么地方显示 就在那个 用户名字里边 是吧 来一闪一闪的 是吧 对对对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是谁是第一 First Responder 谁响应 后边还有退出啊 这个直接就退出了 嗯 那么这里边具体内容还有一个叫top layout get 这个视图里边呢就可以添加各种各样的视图到里边去 添加一个button看到了吧 也拖转式的是不是就可以实现了 哎 添加一个button 那么添加一个 比如说啊 这个叫 嗯 sigil 添加一个 添加一个分栏 是吧 嗯 哎 添加了某一个地方去 也就是说呢 我们现在用这个组件叫什么呀 interface builder 界面构建去 是吧 它可以可视化的来构建这个界面 嗯 OK 那么 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们还可以生成属性和方法 怎么样生成呢 切换到这个地方叫助手编辑器 注意啊 切换到助手编辑器 然后呢 我们可以再切换到这个地方 添加到.m文件里边来 我说生成一个button的一个属性 点击control键 左转 嗯 然后这个叫mybutton 回车 那么这个地方 它就创建了一个代码 并且呢 创建了一个连接 哦 创一个代码 这个连接里边呢 它会创建一个连接 我们来看一下 mybutton里边 这个连接里边 会看一下mybutton 和这个viewcontroller的一件 是不是做了一个连接啊 嗯 做了两件事情 那么它还可以生成什么呀 按住它 点control键 叫click 可以生成一个事件 并且呢 生成对应的事件的一个连接 在这里边 就事件名称叫 touchupinside 那么连接这个click 这个事件方法 嗯 OK 那么viewcontroller 这个interfacebuilder 刚才我们看到了 这个视图空中器 可以做的一些事情 首先是它可以 生成可视化的界面 是吧 可以通过这个 可视化界面上边的一个组件啊 自动的生成什么 代码和连接 嗯 我们再来看一下后边内容 刚才说的是这个interfacebuilder 后边看一下scode 玩的快捷键 这个呢 用的也比较多啊 我们去看一下这个 这些都要背下来吧 背下来 我教你 然后有技巧是吧 有技巧啊 这个其实很简单 control command加向上箭头 就是 control command加向上箭头 就是.h和.m之间 相互切换 我们去看看啊 比如说现在我是.h 我想切换着.m 嗯 confer command加向上箭头 看到了吗 哦 哦 看见 就是.m和.h之间 相互的来切换 嗯 这个很方便 那么还有下边 我这个代码说 向左移或者右移 command加右括号 那就向右移 command加左括号 那就向左移 ok 嗯 好 那么还有很多 嗯 后边有一大堆啊 可能记不住是吧 嗯 table 这个要记住了 table就是代表你接受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这边打一个 at property 你看其实我们打了两个字母 打table键 代表 我这个接受你这个提示 打table 其实呢 iOS编程 要我来说 就是table的一个编程 因为每天都在按table键 是吧 省了很多事 哎 省了很多事 是吧 property要一敲 啊 我的娘娘是吧 嗯 英文不好还写错了 是吧 对 那 tommy 可是啊 哎 直接就ok了 然后ns s 然后s ok 这是table键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esc 那么显示提示代码 这个啊 有很多时候我们这个 比如说 嗯 我在这儿呢 有一个 nsc 我说 我想查看一下nsc里边到底有哪些方法 我记不住啊 那么多 点esc 就是它里边所有的方法都给你列出来了 啊 那我就找我 哎 你找你想要那个 哎 看这个啊 哎 这个挺像的 是吧 嗯 某一个挺像 是吧 如果你英文好的确就是猜 说要把租创转换成double类型的 呀 这儿有个double value就它了 试试看 是吧 嗯 结果一试就是它 是吧 比如说等于这个 at 3.14 我把租创类型的转换成double类型的 那就是什么呀 就是double 是吧 嗯 d等于它 ok 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是什么呀 esc可以显示当前这个类的一个什么呀 就是代码的一个所有的什么 这个类里边的相关的一个一个代码展示 显示代码的提示菜单 那么还有这个叫siff的command加点 反向循环展示代码提示 这个嗯 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counter还是不能了 siff的加command加点 嗯 我们看一下那个快捷键就 siff的加counter啊 siff的加counter加点 就是enc已经出了 嗯 siff的加counter加点 是移动代码提示的 好像没有啊 好像没有啊 这个可能是我写出了 后边我们再看一下 也就是这里边我们提示了这个之后呢 嗯 提示我们按向上键头它就要往上走 向下键头呢就往下走 对吧 也可以按刚才说这个什么呀 就是这个siff的command加点 嗯 counter加斜杠是移动代码提示的下一个代码数 一般这个我们都用table 这个用的不多 嗯 那么后边字有一堆啊 就说记不住啊 这个其实挺好记得 向前 前边的那个单词叫怎么写的呀 front 嗯 是吧 front是向前就把f吗 向后呢 back 嗯 是吧 对 这个是上一行 上一行叫previous 那么下一行叫什么 next 说是 嗯 我们叫这个同学怎么样 回答问题 嗯 说小若 第一个来回答问题 小若后边那个同学不太认识 不让他叫什么名字 怎么办呢 就 他后面一个 next 下一个 是吧 嗯 那么还有这个移到光标的本行的航手 这个就是什么呀 呃 ahead 就是前边 呃 这个e是什么意思呢 航末就是按的结尾 是吧 那么还有这个交换光标左右两个字符 这个一般用同手啊 那么叫counter 加t 后边是counter 加d 删除光编右边呢 d就是delete了 嗯 呃 k是什么意思 k k 是吧 直接杀掉了 是吧 不要了 是吧 那我们删除本行 是不是这些都不用记啊 只要知道那些单词就可以 是吧 这个front呀 这个back呀 previous呀 next呀 是吧 这个 head呀 什么什么 还有end呀 等等等等啊 嗯 嗯 那么这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快捷键 后边是使用模拟器 说是不是要买买一部手机了 当然买一部手机更好 没有手机也可以 说我这个地方怎么办呢 我说我这个程序 水模拟器 那么水模拟器呢 我们首先是到这里边去下载 点击download里边 看下我这里边有这个component的组件 组件里边呢 就会显示这个模拟器的下载选项 那默认呢 当你这个安装Scode之后呢 它会有一个模拟器 其他的模拟器呢 都列着 这样 你要用你就什么 点击下载 是吧 他说这个 要我的密码了 是吧 说 可以 这个地方就开始下载 看看这个地方也显示什么 installing LST simulator模拟器 那模拟器 这个下载好了 比如说这儿我们怎么选择呢 这儿就可以选择 模拟器 比如说我们选择iPhone6 这辣子我说iPhone6 怎么样运行呢 点击 运行 运行 嗯 就可以直接运行了 那运行完了之后 就会到这个地方 就是模拟器的杂志 说 我想回到后面主件 上面这个地方 都是模拟器的一个菜单 说这个啊 我现在这个 写了半年的这个程序了 里边的一个demo 实在是太多了 我想恢复出场设置 什么意思啊 我想把模拟器也恢复出场设置 就reset quotent and settings 我一点击reset里边什么样 什么都没有了 嗯 是吧 这是我们有关这个模拟器里边的reset 这个是一个缺招 一般人我都不告诉了 看到吗 就是这个地方怎么样了 这都空了 你装了100个软件 有的人还怎么弄呢 摁住它是吧 嗯 一个一个扇 一个一个扇 多累啊 是吧 就是我 恢复出场设置 是吧 所有的 当然你的手机一般都不这样做 是吧 因为你有很多数据 但是模拟器的话 顶多就几个应用程序 是吧 在里边 你的牙码又有 你就没有必要 那么 这个地方 当然你可以隐藏呀 什么退出呀 一般我们就是什么呀 Ctrl加Q 直接模拟器又退出了 Cmd加R 是在模拟器里边运行 跑起来 那么跑起来之后呢 除了这个之外 文件里边我们来看 说 比如说这个 你写的程序啊 有点问题 说郭老师 就是这个上班了啊 我说那个程序有问题 这个界面布局 我是搞不定了 你看我往左写 他往右边多 右边写左边多 怎么办了 我说你拷费个屏幕啊 然后发给我 你怎么办了 你就窟窟接屏 发给我一个是吧 其实我们在里边 是不是有这个啊 说保存屏幕的一个sort 一保存 我们看桌面上有没有啊 哎 就是我们那个界面 这个是不是挺好啊 直接拿过来 或者是啊 你说 我觉得我iOS写的不错 我想写一本书 说写一本书 是不是我们需要告诉用户 这个我写好了这软件 这个用心界面 是什么样子啊 嗯 是不是就可以文件里边 直接保存屏幕 后边有一些编辑 这个基本上用的不多啊 硬件 这里边我们还可以切换 我说iPhone 6行 我我切换到iPhone 6 Plus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可以切换掉iPhone 6 Plus 另外这个里面啊 硬件 还可以切换到很多其他里边都可以 OK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啊 后边还有这个 我说向左旋转 向右旋转 我说摇晃一个手势处理 我要测试一下 哎 我现在想做一个这个什么呀 微信摇一摇 嗯 这个模拟器怎么摇呢 抱着电脑摇一摇 是不是啊 不太好使 怎么办呢 差点有一个选项 就这样是吧 这个seq 那么后面见 那么比如说我们这里边 我当前运行到01-01 回这个Home键哪去了 回不去了是吧 嗯 怎么办呢 点击这Home 鎖屏了 这个鎖屏了 说Home 说到Home Home你得接锁 向右滑 接锁 是吧 嗯 然后呢 在这呢 可以直接到Home里面去 调试里边用的不多啊 另外就是我们这还有一个是什么呀 就说我这个说太大 百分之百 我这个个儿太大 不方便测试 我说缩放成百分之五十 看到了吗 嗯 好 那么这个呢 刚才讲到的是有关模拟器的几个用法 说下载怎么样选择怎么样使用模拟器 怎么样来从置截屏 选择呀缩放呀等等的一些操作 好 那么刚才这一节呢 我们讲到的是两个大的主题 一个叫什么呀 S code这个软件的使用 另外呢就是模拟器的一个用法 好 那么关这一节内容了 我们就讲这么多 好 那我们这节课先上到这里 更多高端精品的移动开发课程 请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或者小描屏幕中间的二维码 以获取更多的课程信息 那我们就下一个课再见吧 好再见